这两天,一位海外博主发布了一段采访中国国家羽毛球队部分队员的视频 很多朋友后台私信问我怎么看 天上掉下来的素材可得接好了 那今天我就来一期鉴定网络热门装备视频 一项体育运动赛事的发展离不开赞助商 去年YY签下国语后,对于各个队员用什么的讨论就没断过 这也是近两年YY疯狂涨价的主要原因之一 2009年以前,国语同样用的是YY 但不同的是,那时候用的是特供的,所谓零号线 现在据我所知,只有四位用零号线,其余选手均为市售版 这个事情我想可以用两个角度去解析 一是现在羽毛球拍的工艺和材料都发展到了一定的瓶颈 市售版和零号线的差别并不大 二是国语现在的统治力有所下降 同时YY自己的产能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市售都供应不过来呢,哪有那么多零号线给你用啊 这两点大家更偏好哪个,可以弹幕投个票 但话说过来,其实零号线也只是在原有球拍基础上 加入一些选手自己的偏好点,并不是重新做个新的 这段采访中出现最多的就是天赋100ZZ 无论男女,单双,都有人用 只有李世锋使用的是3U,其他人都是4U 比如时宜齐从奥运会付出开始就一直用的100ZZ 我比较意外的是他居然用的是80P 可能对于他这种打法来说,66U并不是很好控球 女单的王芷怡,男双的刘宇辰,欧选义,梁伟坑等人也都是100ZZ 我严重怀疑,100ZZ缺货主要都是被国家队拿去了 100ZZ以外,Pro系列用的也不少 今年新出的弓箭11Pro只有两位男选手上手,郑思维和赵俊鹏 值得一提的是赵俊鹏还贴了胶布,上脚了复刻的SA60单 加上左手持拍,像谁我就不说了吧 郑思维从之前的双刃式LT换到这只11Pro我并不意外 我认为这只拍子还是比较符合他的打法的 宇飞大利和亚琼都从天赋七七换到了最近新出的七七Pro 并且都搭配了新出的六三线 我猜他俩换七七Pro有可能是赞助商要求的 这个新出的六三线看起来也是有不少选手选用的 我们回头可以单聊一下这条线 但也有韩岳和夏宇婷这样不想换拍子的还在坚持用七七 让我最意外的是没有人用88D Pro 但却有三个人用88S Pro 男双的王场,女双的刘玄玄和郑宇 王场和刘玄玄是前场球员 但我没记错的话,郑宇好像是后场选手啊 结果我看到他的搭档张淑贤用的是100ZZ我就懂了 两个人是选了与自己风格去互补的球拍 用Pro系列的还有两位 黄农萍换上了新出的宫七Pro 陆光祖从原来的九九换到了九九Pro NF系列只有张宇曼和贾一凡 分别使用NF700和NF800 贾一凡用的还是三U 虽然原作者写的郭新娃也是用NF800 但是采访中郭新娃说了LT 我觉得应该是原作者写错了 他用的是5U的NF800 LT 重炮用5U并不罕见 之前李军慧也用5U 我也认识不少专业运动员喜欢用5U的 他们的解释是因为需要连续的杀球 不想让手腕负担太大 最后还有一位大佬 阿娇用的是黑金款的ZF2 近期和冰娇还是非常猛的 打出了女单最强的进攻表现 好,看完了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想法 首先,绝大多数人都是用4U 这是很多朋友困惑的 说好的职业运动员都是3U呢 其实这也反映了这场运动的发展 十年前甚至五年前 很多专业运动员还是3U为主 近几年尤其是双打 节奏越来越快 很多运动员选择4U也是很正常的 而且现在赛程也很密集 运动员一周要打好几天 尤其是100ZZ这种牌子 即使是运动员 3U对体积的消耗也会很大 不会有人说我用3U 然后效果那些用4U的都是细狗 不会的 终究还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接着我们再看看球线 本次出镜比较多的 依旧是66U、80这些熟悉的面孔 贾一帆还提到了 黄色的80要比白色的好用 这个我们回头可以验证一下 但是也有不少人用AB线和新出的EXB63 棒数大多在30磅附近 有些业余选手刚入门都恨不得拉30磅 还是再劝一下大家 我们业余玩玩26、28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硬 那多半是你的穿线师不太行 好了,以上就是我对国语这些装备的一个小小的解读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也感谢这位博主的采访 如果喜欢本期的话 欢迎点赞支持一下 点个关注 我是胖虎 我们下期再见